譬如雙比雙魚座 阿占的水平座 我的所謂創意都是有蹟可塵的創意 或者是後天努力得回來的創意 不是人家突然間是天啟 雷劈 不然間有很多很新奇的點子 五雷軍頂 譬如你認識一些思想很飄的朋友 或者他們所謂創意很厲害 他們突然間無端端就有東西說出來 但你問他們為什麼 他講不到為什麼給你聽 他沒有方法 但我想我天生不是這樣的人 我經常在規律上要尋找一些安全感 所以我的創意是很多時候要通過 或者後天的方法 死練基本功和野球權 所以就是要知道這個創意 有織好一層究竟是從哪裡生出來的 你是幾多歲開始發現自己覺得 我講話都不夠 或者我不想講話 我只是想寫東西去表達這些創意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不喜歡講話 但小時候就真的喜歡畫漫畫 如果我聽過講座 我看過作品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喜歡畫漫畫大的 但後來發覺漫畫的表達 詹筆太差 或者太噁心 還有身邊太多景人 後來既然是這樣 不如用文字表達自己的內心思想 後來才發覺原來 我迷戀的不是漫畫這個形式 是迷戀講故事或者表達 那既然表達的時候 你用詹筆不行 畫東西不行 那就用文字 用故事 就是要成在 但是因為你是要做一件事 要得到有人可能讚過 你才會覺得自己突然之間 對喔 應該用寫東西 原來有人喜歡看去做 這裡有多少人是 看書以外都還喜歡寫blog 寫東西的 有沒有人有這個習慣 可不可以舉手來看一下 寫blog 有沒有人寫blog 寫blog 喔 已經不興奮了 那如果寫微博 有沒有人是喜歡寫微博 有沒有人是喜歡 在facebook分享東西的 好了 舉手吧 承認吧 怎麼做 有沒有人比較old school 在公司後面那塊板上寫 是啊 保持著你的興趣 或者刻下去 那些刺板那些 那些 那些燈柱 不是很多人喜歡分享東西 但是買書來講 是否大家都是 不是喜歡借書 而是享受買本書 擁有的感覺 誰是喜歡儲書的 舉手 因為我自己都是這樣的 哦 這樣比較多些 那你自己以前說 我是因為發現自己喜歡寫東西 那你都要有一下是別人讚過 或者都要發現有人喜歡看你才會喜歡寫的 那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我發覺那一刻其實是眼角有淚的 因為我小時候剛才說我喜歡畫漫畫 誇張 真的 你不要說摺上身 誇張 其實我那時候 因為我開始畫漫畫 我會用成本後補 連載一些漫畫故事 那你中間有一些間場 就會去到寫一些所謂短篇的小故事 去到改編一些歌詞 或者寫一些影射學校老師的諷刺的文章 是 但是呢 就發覺那些人看漫畫 很快揭曬我 很花心機畫 用了掃明不掃的陰影 那些機械人有性衣的嘛 那些性衣 你用6B 2B 或者4B的掃明不掃明不掃 但那個是鐵的質感 掃完之後 那些性衣是這樣 那時候沒錢買網紙 還用手指在那些痕 很認真 那些人很快10秒揭曉 然後就只是瓶瓶有味地看你諷刺老師 或者是改編一些當年很出名的主題曲的歌詞 那因為黃宜興作品裡面是很常用到歌詞 而歌對於他的作品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那那個年代是甚麼歌會令到你覺得 我要將他擺入自己作品裡面 我小時候很喜歡李克勤的 那我將他擺入大會堂演奏 改成大會堂詛咒 那童仔就很開心 那些是搞笑的 是搞笑的 那時候很搞笑的 你是孩聲來的 是啊 我現在也是 OK 那你改編這些的時候 但你漫漫不是經常認真的嗎 漫漫認真的 但那些人就不看我認真的 只是看我那些 用心畫完之後 讓我腦放鬆的時候 隨便亂填一些歌詞 那些人就最喜歡看這個部分 甚至為了這個部分 而借這本好好的作品回來看 那我的眼角有淚 哦 即是開始發現 原來自己的文字是有影響力的 是啊 但畫的反而沒有 所以就真的要被迫 迫上梁山這樣做 我想問關於漫畫 一定是很多人的靈感來源 或者電影或者歌曲 會不會有漫畫 是你當年已經覺得 為了因為這套漫畫感動到 看的時候很激動 所以我將來也要做一些這樣的作品 去令到其他人很激動 如果最初很激動的漫畫 都是姓代士星馳的 是 是 那個年代小孩 看到雅典嗎 不是 因為見到 比如說 你會很激動 是 那你會很興奮地跟著 希望可以 能夠仿效那種少年的練習 以及 其實他的故事設定很好笑 14歲的少年 就可以已經打贏這麼多成年人 以及身堅這麼多的傷患 是 正常14歲的少年應該是 大概這麼高的 現在這個年代 奶粉好一點 應該再高一點 對 再高一點的 足球選項再高一點 故事是挺奇怪的 但那時候就被這些故事感動 那再大一點的時候 可能接觸一些東西 例如 《男人當日》 《Junger Slam Down》 是 耳圈 都是喜歡那類的 因為王二興也是一個 漫畫 對他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人生一部份的 否則現在都會找漫畫家合作 是 而如果 當年的你自己 有沒有想過 會成為一個這麼多產 原來你喜歡的媒介 你都已經可以碰到 和可以搞到Crossover 你當初有沒有想過 沒有 真的沒有 你會讓自己一個男徒 他覺得我要 我要 我要 要